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了 今天我就是在馬六甲 這樣真的太多地方走來走去 因為昨晚留夜又要管法律根林坡 在波德森體驗了 庫庸體驗到波德森 波德森體驗 即是說今天就是馬六甲 因為很多人知道 隨便亂說話 我們就沒有理會了 我們做回本分的事 所以有很多人都說 為何這麼多人說話 這麼多人是是非非 為何呢 先說我先說 人紅是非多 因為我們做到成功 很多人都看不過眼 亦有很多人喜歡你 亦有很多人不喜歡你 都是有這樣的事 每個人都會遇到有異常的問題 小人家來說 坦白說 小人很多 朋友全部都因為說去 甚至連家人都說去的是非 搞到屋主得了一個憂鬱症 搞到自己很多很多問題 為何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很多人都想知道 亦有很多人家裡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是甚麼問題呢 就是小鳥 還有兒子的裝飾品 其實小鳥有些假雀 我們放在家裡 是一個裝飾品 是比較漂亮的 你知不知 來不久之後 慢慢去的負能量 有些人去不仇德 就會影響到 時時非非 就會陸續來的 有些人放在小鳥 反而沒有影響到 是見人見知的 首先你看到 波羅多 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 行深波羅 波羅蜜多 這個經文 我們倒不時再念 這個經文 看到沒有 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上面 哎呀 有隻鳥 哇 清楚了 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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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看著你 這樣我們唸經是正常 經文 每個人都唸 心經是非常好的 心經在上面 如果加了一個小鳥 坦白說 去就變成一個 即是說 反眠 是叫做負能量 加上我們看那邊 這張是食飯桌 這是飯廳 飯廳來說 你這樣放下去 很多人都是 有些小朋友 你也知道 他們喜歡 小鳥的東西 他們放下去 即是說 漂亮 襯托 這是一個油畫 這是一個抽象畫 這是油畫 這條油有兩隻鳥 很有趣 漂亮的鳥 通常我們看風水來說 我們很注意細節的東西 你明白嗎 是非就很多你 你們很多人都問 師父 你家裡有沒有放鳥 為何你是非這麼多 這麼多人妒忌你 一個人成功 肯定是很多人妒忌 因為他比你不上 他永遠在你下面 他就說你壞話 因為你做到成功 坦白說 不要說我 說你也好 如果你做到成功功 賺多多多錢 是你自己的本事 因為對方看到你賺到錢 肯定是眼紅 招人妒忌都會有 對不對 我們做醫行 做了四十幾年 由醫病 開頭幫人醫病 看相 看掌紋 看臉上看掌紋 再下來看風水 然後問事 問事 很多人都喜歡 李士頓八字 他的性命 來問事 那我就不需要 我是用開盤 來幫你看看 你未問我 我的答 我就馬上答你 這件事就快而准 看了風水 又不需要裝修 又不需要改 捉鬼 我在這方面 就很優勢 捉到很多人家 有些人撈鬼 有部分 有部分人看風水 沒有撈鬼 我們撈鬼 捉了之後 那些鬼 我們就要超渡 和回向你去 回向了給他 那些阿飄 邪令都好 我們一定要做超渡 我們回去做超渡 你不做超渡 給他不行 一時要做一年 一時要做兩年 通常都做三年 所以一時我們沒有辦法 這樣下來 很多東西 你擺的東西 擺得不對 就會影響到很多 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樣 一個人 你本事 又給別人說 你不本事 別人又說你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 這樣你家裏 服了一個鳥之後 就是搞到 家床屋蔽 都會影響到的 是非換天下 都是有的 如果這樣 怎樣去化解 最終把鳥 拿走 扔掉 不要愛 這樣這些東西 扔掉之後 是非是否真的會減少 其實是很靈然的 就是拿走 不愛 扔掉 這樣是非不是沒有 會差很遠 最少來說 沒有了80% 所以大家要記住 如果是說家裏 有裝飾品的朋友 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看到 你拿了 你就示範一下 就好像我叫你們 放富貴花 放富貴 很多人為甚麼是中萬字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很多人喜歡中萬字 亦很多人沒有橫字的名水 就是做政行 做生意 打工 都是依然 財運會亨通 所以要記住 穿的東西 一些人擺到 是沒有事的 是很好的 但有些人比較敏感 他的五行和格局影響到的說 就會有很多問題 是非就會有很多 好了 今天不和大家說這麽多 下來來說 我都會去轟 轟下來就是借鼻 到時借鼻的朋友 由佛州的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 你們要問事 就記得過來 由佛州我們見面 不過最重要是看官方面子書 我會在官方面子書 通知大家見客 你們有甚麼問題 有甚麼疑問 打電話給劉小姐 不斷打不到 會打到 但你要快 我們講怨份 有怨份 我們一定會見到你們 好不好 我們一定能相見 所以說 我都有很多新加坡的朋友 很多以前 我們幫他做了些事 他做事都順順地來 這樣我們就受人愛戴 坦白說 你做不到事誰來找你 很現實的事 所以記得 小鳥的東西 現在是說 有些人說 我家裡養鳥 是非有沒有 這樣養鳥還養鳥 但這種是假鳥 假鳥就是 假假星星 星星假假的意思 我們所說 即是說不好的東西 所以大家要記得 小鳥不要臉面擺 是非好多你 不要說我不擔心 這些 真的 放錯了 放錯了就影響到很大 希望大家 不要放假鳥 真是說 無事起來就無所謂 不過通常都會有的 還有如果你家裡有個鳥籠 放一隻假鳥 你吊字 坦白說 你都是做不起頭 都會有的 不要說不信 OK 拜拜 有沒有做生意放鳥籠好嗎 做生意放鳥籠好 有些人想想放鳥籠 但生意很爆棚 為甚麼 因為鳥籠底盤做了些事 因為我也有幫很多餐廳 做這些風水 希望長期拉客制回來 不要讓你流失 吃你的東西很好吃 都會有這樣的事情 有些賭場 都是放鳥籠 因為我們幫賭場看風水也好 有很多它的巧妙 每個巧妙 每個風水 燈飾 裝修 擺設 全部都有分 所以記得風水的東西 千變萬化 這件事不論到你不相信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拜拜